穿越大唐开医馆 第六集 天哪 这世上怎么会有这帮可爱的少女 既然陛下这么说了 那臣就来聊聊大唐目前的情况 陛下 各位大臣 我只是个医者 大道理我也不懂 我就从医者的角度来说说大唐 这倒是有趣 还从未有人从医者的角度来看待大唐 小神医快说 在我看来 此时的大唐已经病入膏肓 这不可能吧 自从镇登基以来兢兢业业 从未有过一刻松懈 目前的大唐虽不能说是国父名强 但也是五百年来难得的盛世 怎么说是病入膏肓呢 对呀 小神医 此话可不能乱说呀 没事 小神医你继续说 陛下 不如先让三位大人 说说他们眼中的大唐 也好 伏机你先说说 如今的大唐 国库充盈 百姓安居乐业 比起随文帝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百姓安居乐业 大人这是在开玩笑吧 我想请问 世家兼并土地 这算不算病 世家法控朝堂 这是不是病 世家左右人才选举 这是不是病 对于世家的危害战有何尝不知 但是我李家能夺得天下离不开世家的支持 朕曾经也想过要整治一番 但是世家联手 朕实在没办法 陛下 臣还没有说完 神医请继续 科举不公正 律法不严谨 账品无寒门 嫁品无士卒 这是不是病 这还是朕的儿子吗 没想到失散是八年之久 本来连生还的机会都没有 没想到如今变得如此有才华 这简直有储君之资啊 小神医可有办法解决这些弊端 当然有 小神医快快说来听听 第一 大力发展武装 有武器才有话语权 第二 大力发展教育 将书籍普及天下万民 让寒门子弟也有疏毒 也就打破了世家垄断地位 陛下可知为何许久以来 世家能把控朝堂掌控大量官员 朕也不知道为何那些官员要为世家之命是从 那是因为天下书籍被世家垄断了 世家子弟从小接受了良好教育 寒门子弟根本无书可读 也买不起书籍 想要读书只能投身世家大族 所以陛下还要大力发展科举 做到公平公正 将有才能的寒门官员下放到各地任地方官 国家大事都在朝堂之上 为何要将有才能的官员下放到地 百姓之苦 只有出身寒门的子弟才懂 也只有他们才能设身处地 为百姓着想 朕明白了 小神医你再次给了朕一个惊喜 真没想到你如此有才华 那当然 李神医啊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说过的话 这老家伙又来了 不知房大人所说何事 老夫有一女 从小体弱多病 便寻天下名医都无法医治 而且还说小女活不过二十 不知李神医可否给小女看病 这不是变相的 让自己娶她的女儿嘛 只不过我作为一个医生 也不能把病人往外推 既然房大人千金有病 那我就给令千金诊治一番 明日大人就将令千金带来吧 小神医老夫也有一年 打住房大人是让我给他女儿看病 难道你也是吗 如果没病就不要捣乱了 这个 好了 饭也吃好了 咱们就不在这打扰李神医了 二哥 你在想什么 正在为我们的孩子高兴 你是说瞎人吗 是的 观音币 我要感谢你 感谢你给我生了一个这么优秀的孩子 二哥 你去看瞎人了吗 你不是说要带我一起去 为何你单独去了 观音币 等你身体恢复了 朕一定带你去看瞎人 那二哥快跟臣妾说说 瞎人 他吃得住的 可有什么不好 观音币你就放心吧 瞎人一切安好 你可知他给我带来了多大惊喜吧 二哥快说说 我们的孩子 不光有神奇的医术 神奇的书法 而且还力能举顶 甚至将整个大堂的弊端分析的头头是道 二哥你说的是真的吗 我们的虾儿真是这般优秀吗 那是当然 他的见识就连腐机 玄灵与客名都源源不及 我们的孩子在民间闯荡了十八年 可见他这十八年 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 这也许对他并不是一件坏事 你看城前和榻儿 自小在我们身边长大 有哪一点急得上瞎人 正答应你 一定会尽快让你的母子相认 这房玄灵不是说要带他女儿来看病吗 马上都天黑了 怎么还不来 哎 算了不管他了 我还是去练习下系统送我的武功秘籍吧 这系统送的武功秘籍还真是牛掰 可问这是李神医的医馆吗 天哪 这世上怎么会有这帮可爱的少女 以后我娶妻就要娶这种 房玄灵娜老头 长得那么磕疹 女儿肯定也不好看 我才不会娶 在下李佳人 可不敢称神医 请问小姐是来看病的吗 是的 这就是爹爹口中的李神医 没想到这么年轻 小姐请到那堂 带在下 为小姐诊治 李神医 你压得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这个时候来 小神医 真是抱歉 老夫有要事办 所以来晚了 老房 真是抱歉 我现在有病人 你还是明天再来吧